我是怡羞 比甄嬛早几十年到地府 先一步攒下了基业 甄嬛入黄泉那天 我乘着金丝软轿轿专等她 虽说人间未能斗过你 如今地府却是我乌拉那拉市伟大 三十年和西 也该轮到我气盛 甄嬛瞥了我一眼 乌拉那拉市 怡羞 你那个侄女我都不想说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 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合上眼睛的那一瞬 永兽公传来私主贤乐声 这一事 本宫终究失败了 不过无妨 听闻清英在上面做了皇后 我撵着一串荔枝凑近闻了闻 很香 可惜鬼不能吃 空中飘荡着的小鬼 谄媚一笑 没错 乌拉那拉市果然人才辈出 清英格格颇颇有大人当年风范 当年风范 这小鬼何曾见过本宫当年的模样 不过是溜须凤城 本宫如今是地府的一大人 长皇权诸士 曾经的一国之母 管教些小鬼不在话下 说起来 清英与我性情南辕北辙 我原本没太看好他 没想到净城皇后 小四后宫的战斗力不太行啊 不过到底是乌拉那拉一脉 不错 给本宫长脸 气死甄嬛 甄嬛可真能活呀 端飞 华飞 离飞 叶贵人 都转世投胎了 本宫还没把甄嬛等来 等甄嬛的第一个五年 本宫磨刀霍霍 观直升的飞快 不摇带的比当皇后时还滑贵 势必要在皇权上 给甄嬛一个下马威 等甄嬛的第二个五年 本宫眼睛瞪得老大 奈何桥上的女子 但凡有几分像甄嬛的 我都命鬼仔细盘查 等甄嬛的第三个五年 本宫已升任皇权仪大人 迎来送往 接在我管辖之内 却总也不见甄嬛 莫不是他寻到了什么长生不老之法 本宫没能等来甄嬛 倒是先等到了清英 过去了太久 我已想不起他的模样 奈何桥上俩人结巴而来 一位走路带风 虎目元争 不怒而微 一位嘴巴嘟嘟 翘着兰花纸 一巾上蝴蝶结翻飞 这是清英和他的丫鬟 瞧着不慎压得住场子 不知平日里是如何替清英传纸的 如此不气派的丫鬟 派出去岂不惹人笑话 我微皱了眉 朝那颇有皇后派头的女子招了招手 元和这般早编下来了 甄嬛可还活着 女子服了服身 太后娘娘上安 太后娘娘 我低哼了声 叫得倒是亲热 小鬼见我气不顺 花莽赶来磕头 一口一个一祖宗 眼前两位女子倒是昂着头 一副不知自己错在何处的模样 哼 都怪甄嬛老贼 夺走了本宫的太后之位 我压下心中不满 接着问 你来了 小四还没来 那如今太子是你哪个儿子 后卫是乌拉纳拉使的 清英就算早逝 太子总该扶持起来了吧 甄嬛百年后 太后的位子到底要还给乌拉纳拉使 当今太子是林贵妃的儿子 我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清英没有自己的儿子吗 林贵妃 这又是谁 难道是和齐妃一般的人物 杀母留子 林贵妃的儿子过祭给你了 不对呀 奈何桥上这些年 不曾听闻有位林贵妃过世 我还在琢磨 为女子大大的眼睛 大大的疑惑 直愣愣地看着我 林贵妃未死 就算是死了 儿子为何会过祭给奴婢 奴婢 你是何人 奴婢是皇后娘娘身边的长氏姑姑 荣佩 好一个长氏姑姑 她是荣佩 那清英又是哪位 一言不发的丫鬟 不会吧 我黑着脸 从奈何桥边领回了清英 乌拉那拉氏一休到地府这几十年 还不曾这般丢脸过 连皇后和丫鬟都能认错 小鬼擅善着打圆场 想活跃活跃气氛 询问清英人间事 她淡淡地 说爱莫大于心思 和自己的少年郎已恩断义绝 我听了一耳朵 没忍住问 你同小四 皇帝发生什么 荣佩抢先一步回答 皇上不信娘娘 怀疑娘娘同龄云彻有私情 我脚步骤停 乌拉那拉氏的后人 竟有了这般出血 地府的日子太单调了 我竟生出了几分兴致 取高的人可发现了什么 娘娘不过是送了林侍卫一双靴子 一件枕头 荣佩愤愤不平 等等 我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应该还不至于耳背 靴子 枕头 都是亲密贴身之物 向来是女子 送予心爱之人 表达体贴与情思 哪有随便赠予侍卫的 当年齐贵人缩时绯闻举告甄嬛 也不过以温氏出秀口的竹叶作文章 尚无更亲密的史证 清英竟然将如此大的把柄 送到对手手中 遥想早已投胎转世的瓜尔加世 若是他当初遇上的是清英 兴许就不必死了 那你又是如何辩驳破局的 若有物证 想来比甄嬛当年还要难上几分 不过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当初连环人症加低血认亲 机遇将甄嬛置之于死地 也被他搬了回去 我倒也好奇 却见清英双眸子里淡然如水 好似被举告于侍卫有私情的 不是他一般 臣妾百口莫辩 接下来清英的结局 我已不想再问 皇后侧保亦是集天地灵气之物 纵使我是个永远的皇后 与先帝死生不复相见 到地府时 身侧亦有皇后侧保的光运 可清英周遭却暗沉一片 毫无侧保的踪迹 恐怕已被小四休憩 也无怪乎刚刚 我将他与长世宫女认错 姑母啊 你老人家恐怕也想不到 你我二人单亲节律 将后卫控在乌拉拉拉士一族手中 轮到下一辈 会出现一个清英吧 清英形势 实在是匪夷所思 沉默前行许久 我还是没忍住 你当真与那侍卫无情 后宫是一座修罗场 一朝不慎便是满盘结书 能走到皇后这一步 哪个不是身经百战 谁会轻易认输 若真论起来 在偷情和被诬告 却不辩驳之间 还是前者更常见 清英的眼珠愤怒地瞪了起来 嘴巴也多了起来 臣妾与皇上强筒马上 与林侍卫毫无私情 决作不出此等烟渣事情 行吧 兴许真是小肆冤枉了 过了半晌 清英来瞅我 又怎么了 我问 他语气恳切 臣妾想同您打听一个人 他记挂我 恐怕不肯轻易投胎转世 谁 御前侍卫 林云彻 我差人去生死部上查了查 皇家侍卫 叫林云彻的 没找着 我回响了一遍 甄嬛的滴血认亲事件 让小鬼从宦官里找 果然让我找到了 林云彻 有时二刻到地府 四时忽而神志清明 有时三刻 便急匆匆地喝下孟婆汤 踏上了来尸路 绞成快得像是 有妖魔追在身后 这太监挺怪的 看着自己命不上的红线 脸都绿了 清英执意不肯去投胎 臣妾要等那少年郎来 你不是同他恩断义绝了 他便不说话了 半晌 他又道 我同红利哥哥 到底是不一样的 我们曾如亲兄弟般 又是结发夫妻 皇后和皇帝如亲兄弟般 那是什么意思 先帝四大爷 迎娶十七爷做皇后吗 轻言轻语 我有些听不懂 结发夫妻 这我倒是体会过 我同先帝 也曾是结发夫妻 误以为会白头到老 可惜 不过与甄嬛 华妃不同 我一早就知晓 先帝是背信弃义 阴险狠辣之徒 指望他能托付 全盘信任 无异于痴人说梦 后宫深深 想要得到什么 本宫自由手段 轻英为后十六年 竟还如此天真 莫不是乌拉那拉式的血脉出岔子 我不禁叹了口气 见我不说话 轻英像是怕我不信 凑上前来开口 臣妾同红利的情分 当真与众不同 大约是要证明 他慢吞吞地问 姑母 先帝在你面前流过泪吗 我见鬼式地看他 轻英便退回去 神色认真 隐隐含着几分傲气 红利在臣妾面前流过泪 荒谬感在得知轻英的死对头 林贵妃有四个孩子时 达到了顶峰 甄嬛有三个孩子 都起到了河宫头上 轻英的对头竟然有四个 你是说 小四把眼泪给了你 把孩子给了他 轻英点点头 你仍觉得皇帝不喜爱他 轻英和荣沛一起点点头 先帝不喜爱宫女李金贵 连他生的儿子 都丢弃在圆明园不闻不问 视之为耻辱 可轻英的对头 小四不喜爱的林贵妃 儿子却被作为储君 两相比较 轻英怕不是魔症了 本宫累了 这个侄女 还是交给他的少年郎吧 左右小四年岁也不小了 应该过不了几年就会下来 不过彼时我还不知晓 小四那么能活 轻英被小鬼安置在了别院 本宫继续等甄嬛 地府不比后宫 多的是禁忌之地 你们不得擅闯 也别乱走动 我叮嘱道 甄嬛入皇权那天 我乘着金丝软轿轿程等他 三十二台大轿 都是眉目英俊的小鬼 许久未带的不摇 曼陀罗燃好的绸缎 阳王爷亲手提词的折扇 硕大的夜明珠 把奈和桥一半都照亮了 孟婆在桥上几里哇啦乱叫 我这汤水里的浮沉鬼魂 都要看得清了 我懒散地摆了白首 谁让你几万年不洗碗 小鬼跪在轿子前 成皇成孔 以主子 今日是杨坚要打过来了 杨坚没打过来 杨坚的甄嬛 款款走过来了 没我穿得好看 瞧着太后的福质 也不过如此 虽说人间未能斗过你 如今地府却是我乌拉那拉是伟大 我一仰手 三十二位英俊小鬼 齐刷刷低眉顺眼 三十年和熙 也该轮到我气盛 我想过一万次 与甄嬛重逢的场面 心里演习了一万次 要如何一言击溃他 没想到 甄嬛只是瞥了我一眼 神色疲倦 还是那副令本宫讨厌的模样 他没提先帝那个老混账 也没提故人 更没提他引以为傲的儿子 乌拉那拉是 甄嬛难得显出一副糟心的表情 一休 你那个侄女我都不想说 贼人 怎敢出其招 本宫不甘示弱 甄嬛 那是你儿媳 敌伤八百 我伤一千 本宫与甄嬛双双负气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既然甄嬛来了 那她的好儿媳 清英自然该去甄嬛那里 甄嬛推辞 清英是乌拉那拉式的人 本宫的儿子 可没在她面前流泪 甄嬛闻声一夜 方才掉的场子 可算找不回来了 我拆小鬼去请清英搬家 小鬼匆匆而去 不一会儿大呼小叫着回来了 不好了 不好了 清英娘娘失踪了 听说 失去了灵荣娘娘的方向 灵荣 甄嬛亚然出生 她竟也还在 安氏过去的比我还要早些 如今已过去人间几十年 我盘了盘手中的珠子 讥讽了声 托你的福 的确是托甄嬛的福 本宫和安令荣思虑太重 两碗孟婆汤 也没能忘掉杨氏的不甘 没辙 只好留在这地府 不同的是我仍有斗志 向阎王爷讨来了这差事 小鬼难缠 越斗越勇 反倒看开了许多虔诚诸事 安令荣却已消沉 浑浑噩噩 力气渐掌 今年累月后 成了地府里无人敢招惹的厉鬼 清英去寻她做什么 我一早便叮嘱过她 万不可在地府里瞎逛 就是怕她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她倒好 直接去招惹了罪利的来 小鬼苦着脸 只管叫我去看看 安氏的住处 在很偏远的地方 她还清醒的时候 自个挑的 说逗累了 不想看见人 哦不 鬼 嫌烦 我和甄嬛一前一后走着 怎滴 太后娘娘竟走在本宫身后一步 甄嬛年岁大了 嘴还是那张利嘴 仅人公为后 臣妾为妃 该走在您之后 一路吵着到了安氏的住处 甄嬛被眼前的景象震得闭嘴了 眼前的庭院里冒出滚滚灰雾 因冷潮湿 院前一片破败 杂草丛生 翻滚着的气浪 在庭院上方涌动 如同对观着的野兽 在伺机而动 她喃喃道 玲珑的院门 倒是别致 我点了点头 听闻她自己搭的 瞧着像个杏仁 身后的甄嬛悠悠叹了口气 她始终未放下 其实阴阳两格 大多数轨到地府后 记忆都会渐渐模糊 直到一晚孟婆汤下肚 前尘往事尽覆流水 天大的是 命都没了 也就看开了 但安事不同 她时常穿着那件 暖橙色的挂子 是进宫前 借助在甄府时穿的 带着甄嬛 曾给她簪的花 是电选时簪的 连院门都是 令其毙命的苦幸人 她像一头 困在过去的怪兽 怪兽此刻 正在院子里咆哮 我听到一声尖叫 像是轻音 你是树太妃 我是嫡皇后 你怎敢对我不敬 我跨进院门时 安事正在抱起 平日里也无人 敢在玲珑娘娘面前 提皇后两个字啊 这小鬼抖得扑素素的 脸上惊慌是错 说来也怪 我当年行至奈何桥上 安事也曾跑来瞧我 真瞧着我了 她也不恼 似笑非笑的 哑着嗓子喃喃立句 终究是她赢了 便转身离开 人间一休的执念是先帝 人间安事的执念是甄嬛 兴许是在意的人不同 神志不清的安令容 并未为难我 可她却对皇后两个字 反应很大 就好像 曾经令她痛不欲生 并非本宫 而是那一层皇后身份 叠加在她身上的枷锁 眼见安事口中的獠牙横生 双眸心红 你又是何人 我刚伸手响蓝 没赶上青鹰嘴块 本宫是乌拉那拉氏皇后 红莉的妻子 祖宗 你惹她干嘛呀 安事歪了歪头 像在思索 在幽远的记忆里 寻找着乌拉那拉氏是谁 红莉又是谁 四拉哥 你是那个塞给四拉哥看不上 又塞给四拉哥的 青鹰不服 本宫出身高贵 话音被安事打断 高贵 高贵 而等都是人上人 何该是我受屈辱 平和如我 平和 说着她便暴怒起来 身上的气焰疼得 生起了鸡米糕 姐姐磨着牙 连而小背都敢瞧不起我 立找书弟朝青鹰袭去 不好 我惊呼 抱起的安事 连我都摁不住 快退 可青鹰却像是脚步不利所般 有容佩服着慢悠悠地转身 按时一爪子便拍了下去 啊 仰起的灰尘陡然生疼 我斜着身后的甄嬛 和一众小鬼直直退开数十步 扯袖遮住了脸 待周遭安静下来 我起身去看 青鹰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不摇微微晃动 她那中心护主的大公女荣佩 和安事一同消失了 你为何不躲 我历生呵斥 青鹰委屈 臣妾躲了 又不缺胳膊少腿的 躲那么慢 连年纪大的老家伙都比你快 我不善地瞥了一眼甄嬛 躲得比兔子都快 我是不喜甄嬛和青鹰 可若是在我任上出了事 我鼠窜的前皇后遗休 和前太后甄嬛 胜怒气的安事我打不过 只能暂避锋芒 荣佩与我无甚关系 不过 你的长势姑姑被捉了 你怎地不心急 我瞧着面色平静的青鹰疑惑道 身旁的甄嬛 倒是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 青鹰认真的同我说 太妃记恨的是我 捉荣佩去折磨 必不让她死了 我们从长记忆 总会有救她出来的办法 我难以言喻 你们已经死了 你那宫女不会再死一次 青鹰文言更理直气壮了 既然如此 那便更是不急了 我难以置信地瞥了一眼甄嬛 在心中付匪 这就是你给你儿子选的皇后 当年苏培盛和锦西对视事发 甄嬛挺着个大肚子 都要去慎行司探吗 唯恐吓人欺辱了她 我虽厌恶甄嬛 却也一直主仆一体 下来第一件事 就是将执意在河边 等我的简秋送去轮回 望去前程往事 投个好人家 她若不是跟了我 本该也有个好结局 荣沛和青鹰同时到来 意味着或是二人共同赴死 或是荣沛训主 如此中仆 兴许一生都难有一二人 青鹰还在整理自己的护甲 甄嬛拉拉拉我的衣袖 小声道 从前有个工人因她受欺辱 她也是这般说辞 好些年没钱去搭救 你们乌拉那拉市的人 真不行 我横她一眼 少攀咬我 那工人后来呢 我问她 甄嬛闭了闭眼 做了贵妃 林贵妃 我试探着问 你也知道她呀 我糟心地点了点头 知道青鹰说她生了四个孩子 但皇帝不喜爱她 只想让她生孩子 本宫同甄嬛共同无语 倒是个人物 被欺辱的工人出身 比安氏不如 照样扳倒了青鹰 扶持自己儿子做了太子 安氏也是生不逢时 若是遇上青鹰这样的对手 保不准也不必在此怨念横生了 说起来 魏燕婉应当在我前面 甄嬛突然出声 嗯 她去得比我早 脚程再慢也该到了 谈话间 远远飘来一只小鬼 地府的王爷 自然是阎王爷 我在路上问那高脑子的小鬼 可知晓王爷找我何事 小鬼平日里 没少拿我的打点 以主子 听说是前些日子新来了一位 得了王爷赏识 王爷的眼光颇高 形式又没有章法 寻常鬼很难得他喜欢 当年我能留下 一是孟婆汤冠不醉我 二是王爷瞧上我的能耐 他说一休心狠嘴言 颇有气度 能站在桥上吓唬鬼 不知这次 是怎样的人入了他的法眼 还未行至宫殿门口 便听到了朗朗笑声 王爷写着一壶酒 你在门边朝我招手 一休 来 给你介绍妙人 屋内坐着位女子 面容焦好 正细细拿着酒具擦洗 闻声抬手 向我一笑 燕晚见过遗主子 瞧我的眼神 在葡萄上扫了一扫 他立马起身 遗主子喜爱葡萄 小女善酿葡萄酒 愿斗胆尝试 献给遗主子 我揉了揉太阳穴 他又立马说 小女学过些针酒按摩之术 愿为一主子试试 桌案上摆着一副新写的字 墨都还没干透 落笔者虽笔法一般 却字字虔诚 魏燕晚柔柔一笑 小女写得不好 还请一主子指教 主打一个多才多艺 王爷晃晃酒壶 笑道 如何 可是个机灵人 确实 我汗手 果真是机灵的 那便只给你了 燕晚 日后便跟着一休 魏燕晚立刻向我请安 小跑几步站在了我身后 王爷舍得 他摆了白手 斜着酒往外走 人都跑到你面前了 就带走吧 阳王爷的行踪如风如影 总让人捉摸不透 下人们也从来不敢琢磨他的去处 我带着魏燕晚 在路上慢慢地走 他问他 你可是喝过孟婆汤 仍旧忘不掉前程式 魏燕晚摇了摇头 不曾喝过 我拧了拧眉 那是为何要将他留下 虽不曾喝过 却也不记得过去的事了 魏燕晚笑着补充道 这却是奇了 虽然河岸边的迷雾 会慢慢消磨记忆 但人多多少少会有自己的执念 有自己的拧巴 小鬼说这叫内耗 极少有人不内耗 像魏燕晚这般奈何桥一走 汤都不喝就忘了的人 也少见 他垂眸笑了笑 小女向来言出必行 不留遗憾 过去无论发生了什么 想来也都是当下的意愿 没什么好后悔的 自然也没什么好铭记的 我思索着 你既然到我麾下 就先帮我办一件事吧 以主子吩咐 想想怎么把容佩从安氏那里捞出来 回到小院 清英还在整理护甲 这是什么金丝绣工锻造的护甲吗 本宫都走了这么一大圈 还没整理完 瞧见我来了 清英开口 姑母 可否拨我两只小鬼 做什么 小鬼可抵不住安氏的威风 莫不是要带着小鬼 去将容佩救出来 那可真是有去无回 身后的小鬼都瑟瑟发抖起来 清英指了指屋内 容佩不在了 无人为我铺床 烦劳小鬼 听闻只是去铺个床 不用去对阵安氏 小鬼飘得飞快 蹬着腿就冲进了屋内 我揉了揉眉心 你自己不会扑吗 清英亮了亮自己长长的护甲 纵使被安太妃落了面子 也不可失了体面 本宫不懂 有什么体面比得上人命重要 随她吧 清英 我喊她 我有个法子 兴许可以救你的大宫女 不过你要答应我 救人气奸 你不许置气 清英半信半疑 何人会气我 待到见了魏燕婉 燕婉摇摇一拜 清英煞时掰断了护甲 姑母 容佩我自己可以救 忍忍 我低声劝她 就清英这张嘴 我怕她下次直接把安氏气脱鲁皮 世间讲究因果报应 安氏与容佩无仇 这事我得管 但救人以后 清英与魏燕婉的私怨 却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 灵活变通 清英做了16年皇后 她该懂吧 魏燕婉不过是个丫鬟 有何本事就容佩 她不懂 报应不爽 魏燕婉 你也有今天 魏燕婉都不记得了 乖巧的站在我身后 见魏燕婉不应 清英更气了 你对得起皇上吗 对得起凌云彻吗 你说喜爱凌霄花 从不曾改 可还记得 魏燕婉歪了歪头 人的过往都会化作一道道痕迹 或深或浅 很多时候不是忘了 而是算了 就像我儿故去那日的大雨 我祷告漫天神佛 也像甄嬛梦中的凌云峰 再难归去 那一瞬间 我以为魏燕婉要记起什么了 她歪了歪头 也只是歪了歪头 凌霄花 倒是没见过 好看吗 最终还是甄嬛镇住了清英 先帝在哀家面前掉过眼泪 哀家当年的长势 姑姑落难时 也曾不顾一切 为救她出来 行吧 这一点 我的确比不上甄嬛 落泪菊 我输 清英暂时消停了下来 魏燕婉跟着我们 到了安室的院落 其实我也没想到 魏燕婉该怎么办 只是冥冥中觉得 无论喝多少孟婆汤 都无法忘却的安室 和一踏上奈何桥 就尽数忘却的魏燕婉 同样出身低微 同样多才多艺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心绪和选择 它们就像是一张镜子的两面 或许 魏氏真能解开安室的心结 安令容藏起来了 我派出了许多小鬼 都没能找到 最终找到安室的 是甄嬛 流水的尽头 有一座小小的桥 终日烟雨朦胧 此处颇向江南 兴许是向玲戎的家 魏燕婉轻巧地走了进去 担心太多人惊扰了她 我放了一抹萤火虫进去 可以镜像传回里面的情状 安令容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绣花 灯光昏暗 听到门开的声音 她探头来看 娘 你回来了 她将为是认作自己的娘亲了 魏燕满脸上神情自然 嗯呢 爹爹今日也回来了 安令容笑得羞涩 温柔 指了指屋里 萤火虫转了个脚 屋子里坐着一个流了胡子的小鬼 脸上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 腿都在抖 应该是安令容抓来 扮演她父亲的 爹爹没去姨娘那里 是不喜欢姨娘了吗 胡子小鬼疯狂点头 哎 安氏歪了歪头 可爹爹往日里 最是喜欢姨娘了 还替姨娘出头 欺辱娘亲 爹爹变了 还是说 你不是我爹爹 獠牙若隐若现 角落里散着些撕裂的小鬼 那些 恐怕是没演好的安爹 胡子小鬼一愣 哭着摇头 喜欢的 喜欢的 我是你爹 那就好 安令容拉着魏燕婉坐下 小声抱怨 娘亲去了好久 可是今日的绣品不好卖 魏燕婉扫了一眼屋子里的场景 心下对安家的情况 大约有了数 他刮了刮安氏的鼻子 一脸宠溺 自然好迈 你娘我的秀宫 你还不知晓 安氏愣了愣 娘今日好像不太一样 魏燕婉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 娘出门遇到个神仙 教了娘一些事 什么事 安氏很乖巧 忍气吞声 无人能救 魏燕婉边说边朝着胡子小鬼走过去 安氏好奇地跟上 娘是说别人吗 可爹爹是一家之主 如今是为娘补贴家用 自然是我说了算 夫君 今夜可还去姨娘房里 不敢了 不敢了 胡子小鬼抖如筛康 戎儿 魏燕婉喊她 教导道 凡事不是不可以忍 而是不能把希望全权寄托在旁人身上 如若自己有本事翻盘 就要自己翻盘 戎儿只是个小女子 安令容捏辱着 小女子如何 风起的时候 蒲公英尚可非千里远 借风之力 并不低贱 屋外的我和甄嬌双参沉默 都想起了那遥远的我们的过去 我曾利用了安令容的自卑和敏感 利用了她身世低微 也曾困于自己的输出身份 一生难解心结 可说到底 其实先帝并不在意 被困住的 只有我们自己 这点魏燕婉就做得很好 出身不好 就更能屈能伸 家人无助力 就自己找寻助力 屋内的魏燕婉和安令容 已然轻轻热热的聊起了家常 轻英的那个宫女呢 甄嬛问 我们很快就见到了荣沛 威武不屈的荣沛 原以为安令容绑来 扮演姨娘的 该是个风情万种的小鬼 画面里容佩出现时 我和甄嬛都莫了一瞬 这姨娘脸上有抓痕 却瞧着一身正气 眼神坚定的如同药上行场 实在不像是狐媚或人的主 容佩瞧见魏燕婉 火冒三尺 当即便想要上前掌乖仇人 魏燕婉拼命给她使眼色 容佩里都不理她 我是来救你的 你主在外面等你 卫是趁安令容不对 迅速小声说 荒谬 容佩横眉冷对 大声道 主聪慧 怎会让你这种小人来救我 魏燕婉阻挡不及 我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听着有人辱骂自己的母亲 安令容的眼睛 煞时间变得通红 眼瞧着就要爆起 屋内忽然想起了歌谣声 是魏燕婉 她唱着儿歌 缓缓安抚着安令容的情绪 她曾有四个孩子 我想 她应当也很爱她的孩子 等安令容稍平复些 魏燕婉冷着脸 做出一副当家主母驱赶妾室的模样 夫君不需要你了 今日我就将你逐出家门 这次 她没等容佩瞪远眼睛 一个手刀将其披晕 容儿 将她丢在外面 自生自灭吧 安令容到底是安令容 纵使此刻她的心智 还是孩子 娘亲 是否要斩草除根 费了好一番功夫 魏燕婉才劝住蠢蠢欲动 想去斩草除根的安令容 哄着将昏迷的容佩扔了出去 我在屋外终于松了一口气 吩咐小鬼道 去吧 将那宫女扛出来 容佩就出来了 接下来她们是要解私怨 还是报恩仇 地府皆不会插手 几个手脚麻利的小鬼 捏手捏脚地走到小屋外面 相互搭把手 就要将容佩扛出来 突然一声沙哑 如凭地起惊雷 你这是在侮辱她 若是容佩知晓 是魏燕婉救了她 她宁可永受屈辱 义正此言的一声 惊入屋内的安令容 魏燕婉这次没能拉住 我很费解 亲英就这么不想让容佩好过吗 眼瞧着容佩又要被安令容拉回去 我无奈抬手 骤行至众人面前 打断了安令容的力爪 连过数百招 我二人不相上下 你是姨娘的亲眷 安氏皱着眉 不对 你不是 那你是 打着打着 安氏的眼神变得稍稍清明了些许 她喃喃着 你是皇后 后退数十步 我们短暂拉开距离 低头喘了口气 想当初在宫中养尊处优 何时做过这般包奸引起的营生 恢复些神志的安氏 回头看向魏燕婉 不得不说 本宫真得夸魏燕婉一声敬业 如今安氏已然知晓 刚刚不过是一场戏 但魏燕婉回看安氏的眼神 依旧如慈母般 恳切和蔼 担忧心疼 借风使力 不算低微 她低头冷笑了声 我这一生 如履薄冰 哪是一句不算低微就能解得了的 如何不能 魏燕婉走上前来 朝我行了个礼 我听旁人说 我前世也是个从泥泞中跌摸滚打 走上高位的人物 敢问一主子 我前世可比荣儿身份低微 安令荣选秀入宫 入宫便是答应 魏燕婉不过是普通宫女 还遭人折磨 的确是更低微 我汉首 那敢问 我前世最后到达的位置 可比荣儿高 魏燕婉封贵妃 儿子又封了太子 如若不死 再无女子能月得过她 安氏最高到妃位 确实也不如她 我在汉首 见安氏一副不信的样子 魏燕婉朝我借钱沉静 静中可看到过往的一生 她递给安氏 诺 你自己看 我问她 你自己不看吗 魏燕婉摆摆手 很是洒脱 记已忘了 不必再记 安氏捧着镜子 看了很久 时而低笑 时而啜气 直到放下 她神色复杂 你的确起点低微 也爬到了高位 但你吃了很多苦 你被很多人瞧不起 皇帝也对你不好 魏燕婉奄然一笑 吃苦 那不是应该吗 借风使力 总不能连风吹雨打都受不住 安氏像是突然被震住 将这话在口中细细琢磨 那瞬间 我想她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不必自卑 也不必自弃 原本也能横飞冲天 光宗耀祖 思极此 她眼中的血丝渐渐褪去 獠牙也渐渐收了起来 我躲在后面 和甄嬛摇耳朵 魏燕婉快把孩子忽悠瘸了 她遇到的是青婴 安令荣遇到的是咱俩 这难度能一样吗 若我当年 安令荣开口 说到一半 她脸上突然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我当年 发生了什么 记忆如潮水褪去 那晚遥远的孟婆汤 在安令荣肩如壁垒的执念 出现一脚缝隙时 抓了进去 于是她开始忘记 容佩醒了 爬回了轻音的脚边 我看了一眼 有点糟心 不想看第二眼 安令荣看向魏燕婉 点了点头 看向我 又点了点头 最后 看向甄嬛 姐姐 你记得我 甄嬛问 安令荣摇了摇头 不记得了 到最后 化作两块点点微光 投入下意识的轮回 我这样送走过很多人 却没有哪次 像如今这般想落泪 我拒绝插手魏燕婉和轻音之争 确切地说 是容佩明面上单方面的争 毕竟 魏燕婉都忘了 而轻音 又总是淡淡的 架不住他们有一日 闹到了我面前 姑母 我才是你嫡亲的侄女 你主子 小女子是王爷指给您的 您就是婉婉的师父 是婉婉的再生父母 闭嘴 嫡侄女 可以发卖树涂地 吵得我头疼 我尝试转移他们俩的注意力 听说小四快上来了 你们都去瞧瞧自己的夫君 这两位在阳间 为了小四打得不可开交 用小四 总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吧 哪知道轻音咀了咀嘴 少来哄人了 姑母 我都去看过生死部了 红帝比我多活了33年 等她的日子里 我可得好好孝顺姑母 天呐 我在心里默默盘了一下 小四剩下的日子 顿觉两眼一黑 难道 轻音是甄�特意从人间 新作品